把我们都送走了 你怎么办 我不走 不跟你分开 停下 别再耗费力气了 我不会让你死 不跟你分开 千语 要去哪里 不周山龙中 几日之后便是无得死期 这样 也算实现了 你与太子长秦的 缘故之约吧 小子 到现在才召唤屋 差一点就等不到了 苏苏 你别死 不要 不要就这样离开 我的魂魄 我的魂魄 快要散了 花苏苏 花苏 黄昏之后 希望 在你身边 多留一会儿 哪怕只需 片刻也好 小子 安月 鸣与俏 太子长情 焚鸡百里土塑 这一生不知作为谁而活 不过不管是谁 到这一刻 虽有遗憾 命无后悔 曾经有人告诉过我 对生死之时 毫无执念的人 只是因为还没有经历过 真正绝望的别离 仿佛诅咒一般 我喜欢的人 就这样离我而去 短暂的一生 许多美好之物 都还来不及经历 我连她的转世也无法寻找 因为 她根本入不了轮回 我想 这世上 有没有真正的重生之术 不用以害人为代价 我只希望 她能够重新活过来 于是 我祈求挖黄神殿中的 那位大神 赐予我如灵女一般 长久的寿命 而我将再也不能转生 我和她一样 成为无法轮回之人 这一世死去 我也将化为荒魂 可是 永远 永远不会后悔 就像她一定也不曾后悔 今年的第一场春雨 蓝生和孙小姐 有了她们的小女儿 香陵 即将前往青秋之国 红玉节 再也没有离开过昆仑山 又是一年 我走过许多许多地方 没能找到重生之法 但是帮助了很多 遇到困难的人 我想 如果她还活着 应该也会因为这样而开心吧 我愿意代替她的双眼 看尽繁花似锦 云卷云竖 我愿意成为她的双脚 踏遍天涯海角 山川万里 一年又一年 已经不记得过去多久 时光的流逝 渐渐变得模糊 远方 再没有故人的消息传来 听说 在遥远的极北之地 隐约有关于亡者重生的传说 我将要启程去到哪里 无论如何 在这一世走到尽头之前 我都会继续寻找下去 一直 一直 总有一天 我会和苏苏回到桃花国 我们 再也不分开 故事 此生弃阔 以此成书 执子之首 女子偕老